陈述,中国影视女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,2001年就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,后来才陆续拍电视剧,拍电影,算算时间也近20年了,这20年以来,没有传出什么绯闻,在2011年与相恋四年的男友结为夫妻,陈述的爸爸陈宗善,1959年开始从艺,先后在黄石市歌舞团任主要演员、舞蹈、歌剧编导,前黄石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现为名誉校长,陈述母亲李克力,退休前供职于黄石歌舞团。 主修长笔,擅长钢琴、二胡、吉他和舞蹈,热爱主持,从事音乐教育多年,是国家二级演奏员、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,陈述的先生赵应应,是一位钢琴家,2007年初陈述拍摄导演孙周指导的电视剧《相思术》,孙周与在广州经营音乐事业的赵应应是多年好友,和平饭店正在播放,由陈述雷家英、李光杰领衔主演的别战剧,该剧讲述了1935年东北沦陷时,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特殊场所中, 一群神秘客人展开长达十天的生死博弈的故事,看了前几集感觉真的不错,在剧中陈述与雷家英结为假夫妻,共同对抗日本鬼子,陈述出身艺术世家,所体现出的艺术素养是很强的,是一个有气质的女人